哎 真是每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 嗯 你们别觉得我是有啥事才在这看片子 不是你们说的吗 这X光片能练营 一公斤能出巴克 看到我这双眼睛了吗 这种一夜暴富的故事我可看到太多了 早就不信你们邪了 但是既然咱等等想看 那我钱包涂地也得给你们整 这个X光片是靠鲁化营来成像 就是上面这些黑黑的地方 如果说一公斤的X光片能提炼8颗左右的银 那这里有足足20斤的X光片 也就是说能提炼80颗左右的银 今天的银价是4块2.2 我这些一共花了220 哎 你们看看我今天能赚不 第一步咱们先把这些X光片填成小片啊 我第一次做X光片还是前年 我们团队去团建滑雪 结果大家都摔屁股堆 只有我把地板股摔跌了 我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算是我最好的朋友生病了 我一边在搞症一边在想说 自己健康真的很重要 所以大家还是要记得 每两年要提一次检 就这个真的挺重要 我们能提早发现很多问题 我们用这个杯子就是为了量一下长度 不然一会儿泡不了 我的烧杯就是吃 嗯 成了 哇哦 好 接下来咱要拖它了啊 好 全副武装了啊 今日份练银术是要上班的 拖银粉 好久不见 先整个25克啊 33克了 我的 好久没撑 手里没数了 500毫升水 我们把X光片放进去 尝 好像这个溶液看起来不太够 我们再调一点粉啊 我刚才调完第二杯以后 我发现它好像是变得越来越深了颜色 这就是啥也没有了 变成一片透明的片片的 再等一会儿吧 让它拖得全面一下 哦哦哦 这个好明显 我给你们看一下 它现在就是X光片已经没有X了 只剩光了 所以你们相信光吗 哎呀 好 我们继续往里放啊 好 现在我面前这三罐蓝蓝的液体 就是乳化银 我上一次练银的时候 有人给我留言说 我的这个绿纸要尽失啊 我这次听话 三片玻璃纸 好 咱们现在把这个 绿化银里面的杂质去掉 就剩下纯纯的银子了 就是不知道咱这些银子 够不够顾千帆给潘儿姐 在桥上撒花的呢 你们都看了哈 我也看 你会吗 假清就熟了啊 都知道我要干嘛 我们等它加热到70度啊 我们就加入还原粉A 我们上次练银也是蓝色的吗 为什么这次是蓝色的呢 我们上次练银也是蓝色的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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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这次是蓝色的呢 为什么这次是蓝色的呢 哦 又变黑了 蛤 这是 变奶茶了 QQ奶茶 你能看到里面有些黑衣的沉淀吗 越来越多了 我一直盯着看 我会觉得我得了细纹证 好 现在已经降到60度以下了 我们加入助成剂 我们现在就等它温度降下来 慢慢地已经拖下来 就可以了 下半 第二天 我觉得沉淀的挺多的 你们看看 来 这波觉得我能赚的扣赚了 觉得我还是烟大头的 扣 不可能 咱们先过滤出来看看 Lemon juice 倒出来感觉比刚才看着还多 你说一会儿有没有可能 就融出来一大块银 你天还没黑你就做儿梦了 天还没黑吗 来 我们搞一勺助燃剂 来了 感觉这个好硬啊 有点烧不动 哦 这个是吗 很亮的这块 哇 好像一颗瓢虫啊 怎么样 我觉得还不错 你们觉得嘞 这亮度 这饱和度 走你 走你 又是两颗 上一次我们几颗 我是不是有一颗练两颗的手啊 那我们上一次有两颗银子 这次又有两颗银子 我们现在同共练出来四颗银子 四颗 够我们搞一个银镜反应了吧 我们用银镜反应是不是可以 搞一面镜子出来 来 点赞吧 我们就说一个五万 怎么样 好啊